嗨大家好,我是电影少女丹 今天讲一个越南战争时期发生的真实故事 1960年,越南人为了抵御美国大兵的侵略 大规模使用了地道战战术 但越南国内温度高,气温潮湿 很多士兵在狭窄闭塞的地道里 身体和精神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不要被开屏暴击吓到 这是阿公在埋葬战友的尸体 根据传统习俗 司者要在眼前蒙一块黑布才能好好地离开 盖好这块布 阿公一直吟唱着经文,帮战友祈福 他已经在地道里待了不知道几天 也不知这是送走的第几个战友了 可就在阿公低头上香的时候 墙上的兔突然掉了下来 再一看,战友居然睁开眼,死死地盯着他 阿公吓得说不出话 此时,另一个战友小灰走了过来 他看阿公被吓成这不鬼样子 认为他是在地道里待得太久,神志不清了 他和阿公说,虽然大家都是战友 但能为死者做的,他们已经做完了 马上会由美军过来搜查 赶紧出地道才是最要紧的 可阿道听完却非常生气 怎么能不为死者祈福就离开 这是对死亡的亵渎会遭报应的 小明认为这都是迷信 被敌人杀死,最起码比活活吓死有价值 既然阿公这么顽固,那他也不管了 小灰走后,阿公还在原地磕头念经 可突然间,鬼魂的可怕吼声一阵阵袭起来 难道死去的战友们都变成怨鬼回来了吗 阿公无法继续念经了 作麻拿起油灯去找小灰 可地道狭窄逼塞 他走着走着,小灰没找到,油灯显灭了 等他急忙掏出火柴找回光粮之后 面前却是死胡同 更可怕的是,后面有人在向他慢慢逼近 阿公慢慢转过头 他看到了这辈子见过的最可怕的东西 另一边,小灰也听到了鬼魂游荡的吼声 他想回去寻找阿公 而此时,地道里响起枪声 阿公为了击退鬼魂,胡乱地开了几枪 无名忽暗中,鬼魂正在朝他逼近 阿公被吓得赶紧逃跑 他慌不择路,好不容易找到出口 远处居然又出现了人影 这次阿公吓得枪都断不稳了 幸好那人不是鬼,而是小灰 可阿公刚舒了一口气 他突然被什么东西拉了出去 是鬼魂吗 阿公怎么就消失了呢 小灰小心翼翼地爬出洞口 他没看到阿公 可鬼魂的声音越来越清晰 似乎在朝他靠近 小灰觉得横竖都是意思 他直接拿着枪冲了出去 却没想到 他竟暴露在了美军的枪口之下 此时,美军拿着音响出现了 那些可怕的鬼魂声音 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原来阿道是争了俘虏 大兵问他地道里是不是没人了 阿道什么都说不出来 看他这份样子 美军直接往地道里扔了一个炸弹 这下不管是人是鬼 全都被炸没了 一个美国兵还想对小灰做急救 但他的行为遭到其他人的一致嘲笑 愚蠢的越南佬居然能被声音吓死 这样的人救他有什么用 而阿公此时又开始念经 他认为美国兵这样做肯定会造报应的 可美国军没有给他机会 他们还有一堆树林药钻 一堆越南佬要抓 今晚忙得很 等美国兵离开后 空空的地道里什么都没有钻出来 大家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 越南战争中真实使用的游魂音像 因为越南人信仰太深 这些音效造成了巨大的杀伤力 最后被人道组织禁用了 战争带来的伤害无法估量 无论是哪一方的战士 最终都逃不出那可怕的梦魇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阿旦在线求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哦